阿恩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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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一颗星球 太阳光这样通过去 它会转弯 会转弯 真的会转弯吗 我就跑去看太阳 后面的星星也没有转弯 因为看不到 所以就要等 等到日死的时候 趕快出去看 星星的位置真的歪一边 就验证了 安斯坦的相对论 这个是日死 它会转弯 它以为歪了 就这样 这个是验证安斯坦的 重力 重力迫近的相对论 这个都是日死的一些古代的故事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讲很多 我们还有很多节目 好不好 我挑着讲 好 那么日全使 各位会看到这样的样子 那外面这个叫日眠 那这个是月亮把它遮住 月亮遮住太阳 好 这个都是一些一些 那如果你拍照的时候 可以按照顺序拍 把它重复曝光 那你就会发现它排一排 排一排 好 这个就是拼死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全部遮住 好 礼拜一可以看到这样 最厉害的是 最厉害的是要出来咯 最厉害的是咯 最厉害的是咯 如果 如果你在金门 那会看到这样 这个看不到 黑黑的看不到 那这样 哦进来 那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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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喂 配你一个圈圈 有没有 一个圈圈 外面有一个圈圈 然后再继续这样 过来过来过来 这样 好 在新竹 不是 在桃园 桃园是这样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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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好 这边这边看不到圈圈 这边看不到圈圈 那这边看得到圈圈 在桃园 桃园 好 这个 应该说一点点 新竹的话 刚好看不到 新竹 新竹 桃园看一点点好了 好不好 所以要努力看 努力看 努力看 我再比一次 我等一下有电脑的模拟 他就这样 从右上方上 从右上方开始缺角 右上方 好 为什么从右上方开始缺角 我们就来做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就很厉害了 你看 这个叫地球 你看 地球是会转的 我请问你 地球是这样转 这样转是一 这样转是二 你觉得是哪一个 这样是一 谁说一的 一 好 给奖 一的给奖 地球是这样转的 你这样转 我们大家都头晕了 好不好 好 地球会这样转 这个时候 我们来学一个很简单的物理 好不好 超级简单 你看 有没有搭过电梯 有 那电梯都要玻璃的那种 那你搭电梯往上 你会看到不动的东西往哪边 往下 往下 那个大人也要给奖 好不好 大人也要给奖 如果你搭电梯往下 你会看到外面不动的往哪边 往上 往上 太多了就不知道给谁了 好 我如果往左转 我会看到没有动的东西会 往右转 好 我如果 没有如果了 好 我如果开车 或者搭高铁 往前冲 好 很快 真的吗 我又不是要问这样 好 往后 对不对 如果高铁倒退路 我就看到不动的东西 往前 往前 好 你就住在新加坡 你知道新加坡在哪里吗 真的 新加坡在这里 几乎在赤道上 所以 这个时候 我还是拿下来好了 拿下来 前你们记住这里是北极 你 那个孙恋之就站在这边 有看到吗 没这么大 一点点而已 一点点 然后他就站在这边 他歌唱得很好听 对不对 唱完以后会看日出 真的 看日出 所以在看日出 然后呢 他 这个 地球 就一直转 一直转 一直转 你们有看到孙恋之 也在转吗 有 他说有 好不好 他很小 所以孙恋之 就这样 哦 哦 他每天要跑四万公里 孙恋之 你们看 你看 孙恋之 像这样 每天跑四万公里 好 聪明的各位小朋友 孙恋之 会看见不动的太阳 怎么怎么动 再来一次 孙恋之 是这样动 所以会看见太阳 怎么动 反方向长 你要再一个吗 不用 再一个礼物 好 就这样哦 孙恋之 哦 每天都要这样跑 每天哦 孙恋之 孙恋之 来了 有孙恋之 站不住 好 没关系 我 我给他扶一下 好 孙恋之 哦 这样转 这样很难转 好 孙恋之 哦 好 所以就会看见太阳 这样 对吗 对 对啊 对啊 因为我们刚刚学的啊 对不对 好 再来一次 好 要黏在哪里 这里 新加坡 新加坡在这里 新加坡在这里 新加坡 很大一只 哇 孙恋之 这么大 好 好 啊这个是北极 那你不要叫他站这样啊 叫他跌倒了啊 对不对 他会觉得他脚下的地球长这样 啊地球 不管他会不会唱歌 他都会转的 知道吗 这样转 好 所以即使他自己在动 刚刚我们学会了什么 我如果往下 我就会觉得不动的东西往上 这样对吗 那现在他自己这样动 他会觉得不动的太阳往哪里跑 就这样嘛 对不对 好 可是孙恋之 站在这里哦 他的地平线就长这样哦 所以他会看见太阳这样 哦 上来 下去 下面他就看不见了 对不对 所以太阳会这样 哦 上来 下去 好 这样学会了吗 好 再来 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人也很会唱歌 叫张卫妹 你说到他家吗 我们要换张卫妹了 换张卫妹 不然有准备周杰伦 周杰伦 周杰伦好了 周杰伦 是蓝色的 周杰伦 周杰伦 那个维生迪拿蓝色的 你有周杰伦吗 有 我们 我们 懒测那些小人 真的有周杰伦 真的 真的 废欲亲就没有了 那大家住哪边 大家住这里 这里哦 台湾在这里 好 来来 周杰伦 要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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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连在台湾 OK 这不是连在台湾 连在 那家住哪边 周杰伦家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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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张卫妹是花脸 花脸 这也没差多少 好 这样哦 哇 可是这样 他就会觉得头晕了 于是我们就要把地球这样转一下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北极星是翘起来的 所以在台湾看的话 北极星翘起来 高高的 高高的 那 换句话说 顺念之的北极星 在海面上 所以你去新加坡要看到北极星 要在海面上找 知道吗 哦这样 好 没关系 周杰伦来了 噔噔噔噔噔噔 这样 好 这个时候 不管他会不会唱歌 地球继续转 有没有 好 请问你们发现周杰伦怎么转 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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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的斜的 下去對不對 這樣跑下去 寫寫的喔 寫寫的出來 這樣寫寫的下去 這件事等一下很重要要用到 好那為了完整起見 我再找一個也會唱歌的好不好 兵棋部 兵棋部他會唱歌嗎 對他這樣換兵棋 你有認識男生的日本人會唱歌的嗎 木尊墮呆 他老一輩了 那是我們這一輩子 可是他不住台灣 他住在日本 日本 日本 死緣 有人說要死緣 死緣啊 死緣 韓國的 韓國可以嗎 韓國好 死緣是這樣 是你們 好 死緣來了 他女生嗎 他女生嗎 他男生 他男生 Super Junior Super Junior 那有五個 哪有五個 哪有五個 一個代表 好 這個時候 叫他站這樣也不太好對不對 這個時候一定要叫他站這樣 所以這個 誰啊 死緣啊 死緣他會發現北極星 哦 好高啦 有沒有看到 北極星就變得很高 好 那不管他是什麼圓 地球都會繼續轉 好 請問這個死緣在做什麼運動 轉圈圈圈 轉圈圈 啊怎麼轉啊 轉圈圈 就這樣斜斜的轉對不對 有沒有 這個時候他會看見不動的太陽怎麼轉 怎麼轉 就這樣轉有沒有 就比較平的上來 好 更有趣的 有一個人叫做 男生女生 塞德納 女生 她是艾斯基摩人的女神 艾斯基摩人 艾斯基摩人的女神 叫塞德納好不好 塞德納 好 塞德納喔 你看喔 怎樣 女神 這裡有磁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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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吸不上去 吸不上去 對 那換周杰倫 都有 你看周杰倫就吸出來 好 對 現在女神換男神 好不好 好 那你不要叫他站這樣啊 要叫他站這樣對不對 這個時候 不管他會不會唱歌 地球繼續轉好不好 所以齁 這個艾斯基摩人 他發現北極星在頭頂上 北極星 北極在這邊嘛 好 而且齁 而且他有點偷懶 因為孫念之 喔 衝這樣齁 他就這樣而已 他沒有在動 這個時候他會看見 不動的太陽怎麼跑 在地上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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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我們就學會了很多東西了 謝謝 你看齁 我們學會的東西是這樣 聰明的各位小朋友 這是早上的太陽 我們這一次的日環史是早上 這樣是一 他這樣出來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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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 咚咚咚咚咚咚 是二 咚咚咚咚咚咚咚 是三 要選哪一個 選一的禮物還我 他喜歡孫念之 好 太陽從左邊這樣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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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太陽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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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上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台灣啊 如果你是 genau 你會看到太陽這樣跑 老師有圖片 但是今天我們大概講不到那裡 咚咚咚咚這樣跑 這個時候我們在台灣會看到咚咚咚這樣跑 同樣的道理 月亮是顛倒的 太陽為什麼會這樣咚咚咚這樣跑 還沒有咚咚咚就沒聲音 這樣跑上去為什麼 剛剛不是地球在轉對不對 地球在轉 所以太陽太陽其實沒有在動 對太陽系來講 對銀河來講他會動 他會繞銀河繞一圈兩億年 那就太陽系來講他不動 所以他就會這樣 上來寫寫的 寫寫的上來 好 這是因為地球自轉這樣 倒過來轉造成的 剛剛有嗎 地球這樣轉 所以你要發現他這樣跑 這個時候月亮就來了 月亮是 冰島 月亮會這樣抖抖抖抖抖這樣 不會抖抖抖抖 這個日時 是從右上方開始缺角 至於為什麼 就剛剛那樣 一個是地球在 這樣在 不是地球 對不起 台灣人這樣轉 台灣人 新加坡不是啊 新加坡是這樣 台灣是這樣轉 所以你要看到太陽這樣升上來 那月亮 是這樣過來 就抖住 這是我們禮拜一 看得到的過程 這樣會嗎 然後呢 如果你是在金門 那他就這樣 經過中間 經過中間 然後下來 如果是在台北 就偏上來一些些 偏上來一些些 這邊很少 這邊看到很多 那如果在新竹 新竹 他就剛好這邊切住 這邊看得到 這邊看得到 這邊看不到 新竹 在高雄呢 就這樣 高雄 高雄看到這樣 這樣 出去了一點點 又過來 平東呢 就出來更多 沒這麼多 都是一點點而已 台灣 台灣整體來講 沒有很大 好不好 不過也很大 好不好 好 這樣過來 有知道了嗎 這是我們的過程 好 那一天你們會看到 不會看到這個樹 他會看到這個 而且在桃園看 這邊小 這邊一點點而已 它這邊比較大 這樣知道嗎 桃園 那高雄的話呢 這邊通通看不到 可是這邊可以 這邊 那邊看不到 這邊就比較大 好 好 這是全時 全時我們就先不理它 好不好 不然就講不完 不然就講不完啦 這個是 凡時 五月 就是禮拜一 各位看到的過程 就是這樣 但是 這個方向不對 如果不是早上出來 是中午 那你要怎麼辦 聰明的各位小朋友 會怎樣 會怎樣 嘿 對啊 這個要獎品 那很厲害 它是這樣的 如果是中午 中午的話 它就是這樣過去 有沒有 為什麼中午是這樣過去 中午啊 因為中午在 在天頂嘛 天頂西邊這邊啊 東邊這邊啊 有沒有 所以太陽是這樣過的 中午 中午 中午是這樣過 太陽是由西向 有沒有 月亮 月亮由西向東跑 所以你就會發現這樣 嗯 好 好 謝謝 好 這樣 這樣就 嘿 這樣 好 這邊是西邊 這邊是東邊 那你就會發現 月亮從西邊 東東東 沒有東東東 這樣好 後來 折住 再過去 所以各位可以發現 這個哦 差不多在中午附近 發生日時 這樣我了解 那剛剛那個是 很特別 因為是一大早 那一大早的話 就變成這樣 有沒有 一大早是這樣 好 好 這樣我們就懂很多啦 那這個是天時 這叫做天時 嗯 在南起 發生日時 太陽是在地平面上 剛剛不是有講嗎 他在地平面上 這樣跑的 有沒有 好 有沒有 這個都是在南起的 好 那這是舊的 這是舊的 不過跟這一次很接近 不過跟這一次很接近 所以我就把它秀一下下 好 好 那麼 有幾個名詞 可能小朋友也要記一下 第一個 誒 注意看哦 這個時候有沒有 像鑽石 就是它有一個圈圈 它上面有一個亮點 就很像鑽石 所以它就叫做鑽石環 誒這個時候 鑽石環 然後它是月亮把它遮住 但是月亮把它遮住 那月亮的山啊 有海啊 所以你看那個太陽 也是有的多有的少 山就遮住比較多 月亮的山 月亮的海就遮住比較少 所以你看到的這個環 會有大小大小 叫做貝里珠 我們來看圖 叫貝里珠 這樣叫貝里珠 好 這樣我們就馬上知道哦 這裡原來是月亮的山 這裡是月亮的海 對 以此類推 有沒有 貝里珠 貝里珠 有 這邊有 貝里珠 好 這個是 好 這樣 你看這個是在南極發生的 太陽就是在地上跑 在南極發生的 好 也是有沒有 在南極發生 你會看到 太陽就不上來 它都不上來 那就這樣 好 這樣叫做鑽石環 那個 日本 日本把這個鑽石環 有沒有人會講日本話 日本話好像跟荊棘的鑫一樣 荊棘啊 是一種水果感嘛 不是就是荊棘 小小的那種 它好像鑫一樣 所以哦 就是用那個鑫石就大賣這樣 對啊 好 然後它的原因 它的原因就是遮住 這個時候我們要請一位小朋友 你哦 對我就知道是你 好 那你要不要來這裡 麻煩你來這邊 因為我們不夠那麼多月亮 月亮只有一個啊 對不對 好 對不起 好 這個時候 它的大頭叫做地球 好不好 這是月亮 來 請你拿著月亮 好 這個時候呢 月亮會 逆時中轉 你轉一下月亮 不是公轉 公轉 好 這樣是一 這樣是二 一對還是二對 二 二的那個禮物都還我 好 一對啊 你轉的時候要這樣轉 要這樣轉 按嗎 你轉一下 你地球要轉啊 要轉一下 這樣轉一下 好 轉一下 好 好 然後有看到太陽嗎 有沒有看到太陽 有 好 月亮就會在地球上 有一個影子 有沒有看到 好 如果住在住在這裡的人 他就說 太陽被遮住了 住在這裡的人就 太陽沒怎樣 對不對 那 拿遠一點 他還會有半影 哇 這個太清楚了 半影的人 半影的人就叫做偏食 本影的就全食 好 這個時候呢 如果再遠一點的話 好 做不出來啦 因為我們的太陽是假的 好 所以 日食的時候 只要一點點的人 一點點的人會看見 這個日食 其他都是偏食 然後外面亮亮的這個就沒有 就看不到 好 好 那我們這樣看起來很大對不對 其實像剛剛那樣小小的而已 好 那給你獎品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我們有一個日食的過程圖 要畫這樣 要畫這樣 要畫這樣子 這個是太陽 然後呢 由西往東 第一張要塗 塗這樣 第一張啊 那個全食的不要塗啦 塗凡食的就好 跟今天有明天 禮拜一跟今天啊 那第二張就塗這樣 第三張塗這樣 第四張塗這樣 中間那一張塗這樣 中間那一張 中間那一張塗這樣 然後過去又塗這樣 右邊亮亮的 然後右邊亮亮多一點 然後再更多 更多更多 最後一張就不要塗 最後一張 這樣 這樣會嗎 那個勾勾不要勾錯喔 這樣 那個勾勾要勾對了 好 勾對了嘛 好 這樣就知道啦 再來是天使 來天使是這樣喔 天使要 第一張畫這樣 第一張這樣 第一張畫這樣 然後第二張 第三張 第四張 第五張 中間那一張畫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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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那一張 然後後面就這樣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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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的人喜歡畫上面也可以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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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那一張是這樣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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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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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重點在這個這個這個圈圈要畫對 圈圈啊 好 這個就是天使 那我順便說一下月使 好 然後地球 然後地球 月亮這樣啊 地球的影子很大 非常大一個 所以就這樣把它遮住啦 遮住遮住 好 它跟日食哪裡不同 這個幅度很大 各位了解嗎 月使的話這個幅度是很平啊 就是那個半徑很長的 好 那如果是日食 如果是日食 這個幅度跟這個幅度很接近 有沒有 這個幅度跟這個幅度很接近的 好 為什麼很接近知道嗎 這個數學很厲害的 一個舉手一下數學很厲害的 只有兩個敢舉手 這個就要給獎了對不對 你數學很厲害嗎 有沒有學過儲法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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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過來成很多次這樣 你學過儲法嗎 真的喔 好 那我們請教你們兩位好不好 那你要趕快算啊 比準備好啊 太陽離地球 一五七個零那麼遠 公里 一五七個零 嚇到了喔 那不算啊 就一五七個零公里 好 誰好了嗎 誰好了喔 然後太陽的直徑 太陽的直徑 六九六 六九六 零零零乘以二 一三八 一三九二零零零 好來 一三九二零零零 好 好 把一五七個零 除以一三九二零零零等於多少 嚇到了沒有 嚇到了沒有 好 再說一次 我應該有一個圖 把那個圖秀一下 好 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 太陽離地球 一五七個零公里 一百零八 好 一百零八喔 握手一下 遙控 握手啦 這樣就好 送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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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零八 準確一點 一百零九 好不好 一百零九 我要告訴你們一個秘密 這個是真的是秘密喔 上帝喜歡一零九 真的 因為他剛剛除出來是一零九 真的喔 一零九 再來 第二個要算的 剛剛是太陽對不對 現在預料 現在月亮而已喔 月亮喔 月亮離地球 三十八萬四千公里 三八四零零零 月亮離地球 三八四零零零 誰好了嗎 三八四零零零 三八四零零零 三十八萬四千 四百 四千 沒有四百 沒有四百 有四百也不會離譜到哪裡去 因為他忽常忽延啊 好了喔 月亮的直徑 月亮的直徑 三四六八 三四六八 好 除一下 109喔 你看 人家都不用算 就知道109了 阿 有的人 肯定算 好 更厉害的事发生 太阳的直径 1392000 对不对 地球的直径 可能知道多少吗 地球的直径 对对对 6400 x 12800 对不对 好 这个时候 太阳的直径 处理地球的直径 多少 你们心算都那么厉害 对就是109 好 再复习一次 到太阳的距离 到太阳的距离 处理直径 109 到月亮的距离 处理直径 109 太阳的直径 处理地球的直径 109 你看这样很厉害 这样很厉害 上帝喜欢109 好 也因为都是109 所以 你们觉得这两个哪个比较大 可是我觉得这个比较大 我觉得这个比较大 这样这个角度就是我看起来一样大就好了 一样大 好 那这个角度就109分之1 然后这个的角度也是109分之1 这样对哦 好 所以看起来月亮跟太阳一样大 有没有 一样大 可是鬼道又是椭圆 椭圆知道吗 你画一个椭圆哦 看看 哦 好像哦 你也会画吗 椭圆哦 就是月亮有时候会远一点 有时候会很近 叫做超级月亮 有听过吗 有 哦 新闻都常常喜欢报导这种 他出去看都一样大 因为只差一点点而已 好 这个是超级月亮就近一点 他不超级月亮就远一点 好 他超级 没有超级太阳 就是 夏天的时候 对 问你没问题 超级地球 地球跟太阳 有时候远 有时候近 对不对 夏天比较远 还是冬天比较远 冬天比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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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远 错了 夏天比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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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冬天很近哦 太阳跟地球 冬天很近这样 为什么那么冷 为什么那么冷 直射跟斜射 直射跟斜射造成 这个是下一个问题 显然问题很多 我还是先讲一下故事 就是这个原因 这样是全时 因为有的人常常看到这些图 不一定理解 那现在我们把它 结束方面 那这个我们就已经知道了 有一个重点 这个重点一定要了解 才知道日时月时 金星明日怎么发生的 也是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内容 这个时候就有 呼拉圈 呼拉圈就上场了 呼拉圈 我们有准备呼拉圈 你看 我们的私营老师 是专门来拿呼拉圈的 这个 不过现在还没有到那里 先这样就好了 先一个 等一下再两个出场 好 看哦 这是地球 有没有看到一个地球在跑 要说有 知道吗 一个地球在跑 所以这是地球的轨道 好不好 那月亮的轨道 月亮的轨道要到地球 假如地球在这个地方 等一下让这个 做一个模型带回去 好不好 地球在这里 那月亮 它会这样绕 这样绕 绕着地球 月亮太大了 就这样绕 不然看不到 月亮就这样绕 斜斜的绕 斜斜的绕 轨斜的绕着轨道 就斜斜的 你看 轨道就斜斜的 穿过去 给它穿过去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还是杨老师最聪明 这样 有没有 好 那月亮就会在这边穿啊 跑啊 跑啊 那你看哦 太阳在这里 月亮要把它挡住 地球在这里 月亮在这边 能不能挡住太阳 又挡不住 所以只有一个机会会挡住 就是 来这样 地球在这里 月亮在这里 才会挡住太阳 这样对吗 地球在这里 月亮在这里 挡住了 要月死的话 地球在这里 月亮要在这里 月亮这样到 月亮这样到 才会被挡住 好 这个时候呢 这边叫做降焦点 小朋友讲一次 降焦点 然后这边就升焦点 升焦点 它就这样升上来 然后这边就降下去 这两个地方 才会遮住 其他时间都会遮住 好 所以最厉害的事就发生了 5月21 5月21 不是今年 你发生了日死 过了半个月就发生月死 再讲一次 发生日死 然后过了半个月 半个月又发生月死 这样的机会很大 好像 今天2012 2015就有了 2015年续两个 发生日死 半个月后就发生月死 这样 差半个月 你看这样就半个月 就半个月 好 那再来 谢谢 所以 所以 播放 播放 好 他这样过来 这个时候会发生日死 可是在这里 他就遮不住 这边也挡不住 为什么 因为这边高起来 就翘起来 翘起来 好 这个就是月死的原因 好 那全死 刚刚说过了 全死 就是遮住了 月亮 遮住了太阳 好 月亮会遮住太阳 那这样就没有遮住 这样也没有遮住 因为他会高一点点 低一点点 好 对 忘了问 你们觉得 已经讲过了 月亮最大这么大 最小这么大 就是我们出去看 最小是这样 最大是这样 它会真的会很大 就是所谓的超级月亮 那太阳最大这么大 最小是这么大 差不多 差不多 那大小是两个都差不多 因为109的关系 109的关系 最大这么大 最小那么大 有看到 好 再来就金星明日 太阳很大 这个就是金星 这个我刚刚说了 半个月 它就会由大变小 有没有 109 109就是说 月亮 这个距离 除以这个 109 太阳也一样 太阳 那我有计算 计算不要理它 109 109是上帝喜欢的数字 要签109 有没有 三个会是的 好 它会有环石弹 因为地球在自转 所以它会跑过去 轮流看 这个比较难 我就先跳过去 基本上是说 降焦点 或者升焦点 而附近你才遮得住 如果离太远就遮不住了 就是不会发生 日死跟月死 那这个是月死 地球的影子很大 月亮很小 附近可以遮得住 离太远就遮不住了 所以你这个升焦点 跟升焦点 是教会的这样子 好 升焦点 这样升 就是两个轨道相焦会 然后它上升上去 或者下降下去 这样好 这是旧的 好 再来我们开第二个档案 好 这一个是发生日死的预测 我们找台湾就好了 这个是全死 这个好了 台湾在这里 什么时候会发生 20125月20号 奇怪为什么都说20号呢 因为来时差对 美国的时间是20号 我们这边21 21 我们通常喜欢用世界时 就是全世界统一的时间 在英国 那我们这里就给它加8就对了 好 台湾在这边 你看 好 这一次是这样 这个黑黑的是月亮 它是从这样下来的 刚刚我们已经学会了 为什么要从这个地方开始学讲 有学会讲一下吗 你要讲啊 请说 好 就是给讲就对了 好 基本上是这样 刚才有学会 因为太阳要这样上来 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跑 台湾人而已 别的地方我就不一样 新加坡要这样 台湾是这样 月亮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知道 它要这样这样这样 从右上方切脚 所以你可以注意 6点10分那个时候 右上方会开始切一个脚 好 好 就这样 有看到吗 这个是台北 台北 台北跟桃园差不多 精彩重播 这是月亮 就这样遮下来 外面都亮亮的 有没有 一圈 好 这样有记住了吗 好 再来 那么可以看到的地方 可以看到台湾在哪里 台湾什么 台湾 这里 那里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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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点 好 好 那就这样冲过来 在太空中可以看到这样 好 那这个是就把它分解动作 这个是在高雄 高雄你看不到这个 这边可以 刚刚我们学过了 在高雄的话你看不到这样 但是看得到这样 高雄 这是高雄 那金门的话就会正正的 这个圈圈都有看到 圈圈都有看到 这个新竹 新竹这边就刚刚好 有没有 新竹 各位在桃园的话就是 下来一点点 下来一点点 高雄的话就上去一点点 好 这个是印证一下 为什么月亮由下往上 我有偷写在旁边 因为在美国 而且这个是日落 日落 精彩重播 日落 日落的话 下面是西边 它也是这样下去 月亮要从西往东 就变成升上来 所以明天要搭飞机的朋友 要请注意 你去美国看 跟我今天讲的不太一样 就是你去美国看 月亮是从下面上来的 精彩重播 有没有 从下面上来 绕到这边就从上面下去 因为我们在东边看 这个在西边看 这个地方叫阿福克里 那边有很多的 那个无线电话眼镜 这个是美国的大峡谷 他们也是日落 他们看到日落 我们看到日出 他们日落 这样日落 都有看到 这个都是这一次的 那这个就先不理他 这个先不要理他 这一张是说 台风的树木 就是台风越多的 便没有希望看到 我们关心台湾一下 好不好 台湾怎么不见 这里啊 53啊 太多了 所以我们要 这个需要祈求一下 是不是 好 我们要很快来做一些 我再来开另外一个 好 接下来 要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怎么样看 怎么样看日食 好不好 这个是吗 这个也不是 怎么样看日食 这个 好 怎么样看日食 方法很多 那我们 老师提供几个 比较适合小朋友的 那我们先来秀一下 秀一下 你就 开始会有创意 那等一下有创意的 我们奖品给多一点 好不好 有创意的 好 怎么样看 这是动手做的明年 动手做的明年 哦 一个三四五六 六种好了 好不好 其实方法很多 第一个叫剪光观色法 那我们就先来做 那个眼镜 在花的时候 老师把 把六个都介绍一下 把六个都介绍 第二个是针孔成像 针孔成像 双孔望远镜成像 平面镜反射 赤道鱼投影 摄影 就拍照 还有一个其他 其他最厉害 你知道是什么吗 其他就是搭卫星去外面看 看地球 好 好 景光 等一下就让各位做这个 就带回去做纪念品 钱是朱老师出的 好不好 那个东西蛮贵的 你不要看那一小片 好像这样是 一千多块 我们就把它裁成一小块 我有宣传 你们可以带回去 好 就这样 好 谢谢朱老师 因为朱老师带来的东西都是非常好的材料 所以在这里顾虑一下 什么样如果回去 请尽量把这个东西好好保存 因为它的价值是很高的 就是你不单位拿照片 你可以看你很透明的那个 那个 因为来观色日食的这个东西 这是很贵的 如果你回去 你又可能把它丢了的话 那就我麻烦你留下来给我 然后还可以继续用 好吗 然后呢 那个我们每一家的台湾上 都有大贴纸 欢迎你用的创意物 要合逐装 新的演技都可以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 这个是2009年 刚好 2008刚好在办世界奥运 就有这些东西 对不对 就给它挖两个洞 装刚刚那个 这样就是一项创意 我现在再提供创意 好不好 这是我们家的美女 这是你看 就这样挖两个洞 那贴等一下你拿到的 好 第二种方法 有的在挖 第二种方法就是挖洞洞 很神奇喔 你挖三角形 它后面会是圆形的喔 因为太阳是圆形的 所以你挖三角形 挖四角形 挖乱七八糟形 都是圆的 这样叫做真孔成像 好不好 真孔成像 挖这样的形 随便你挖 有的挖这样 有的挖这样 最好不要挖远的啦 挖远的人家说 你挖远的当然是远的 不见得 你随便挖一个形状 让太阳投影 都远的 但是你太近喔 你如果很近 它就是那个形状 它说要有一定的距离 一定的距离 好 这个都三角形 那这个 都是像月亮的形 这个时候已经 在日死了 已经在日死 所以就看到这样子 它其实挖的是三角形 有没有 这个样 我看放大一点 有没有 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这样 这个是这样 这个 这个已经在日死了 所以 所以小朋友 可以怎么样 先挖好一张 挖好洞 随便乱挖 什么形状都好 然后 投影 或者投影在身上也可以 所以我有一张投影在身上的 挖 挖是大概 0.3公分 那距离大概四五十公分 就可以变成圆形 那你很近 三角形 就是三角形 这样 它不是像 好 彩色板的 有没有 你看这个彩色板的 这个 五个环 它也可以爱世界 有没有 爱世界和平 这个是妈妈在用煮水饺的那个 那日死呢 赶快这样 那就这样 就是水饺日死 水饺日死 那就在身上就好了 水饺日死 好 那这个是 大陆那个时候在 在做奥运的时候 它投影在身上 这张最厉害 这张我们 这张我们可以学到物理 什么物理呢 这个比较淡的就是挖小洞的 挖小洞 挖小洞它的光会过来比较少 比较少就淡淡的 那这个比较亮的是挖大洞的 挖大洞过来就比较亮 好 所以你就记得这个亮暗 就组成一个很立体的图 有没有 哇 这个太难了 你们做得到也很好 就是 再说一次 如果那个针孔挖很小洞 挖很小洞 这个时候 它过来的光会很少 可是它有一个好处 它的边边会比较清楚 边边会比较清楚 挖大的洞 它过来光会比较亮 可是边边会比较不清楚 这样懂吗 好 这个是针孔丞相 那这样也可以啊 这个没有用 这个现在没有 这个投影机不算 这样啊 这边日死的时候 在地上树叶 那个树有针孔 它就会成像啊 有没有 在树叶上啊 它就在 在身体上 就 繁食 有没有看到 繁食 日繁食啊 这个标准的日繁食 狗狗 狗狗 狗狗已经有 挖一边了 这个很多 在地上 繁食啊 好 再来一个方法 就是这个 双筒放敏镜 因为这个 小朋友 比较容易拿得到 但是有一件事情 大家注意 你要把它当危险物品 来使用 好不好 为什么要当危险物品呢 因为你如果用这个 来看太阳 就看不见明天的太阳 很危险 好 那 这个是这样用的 这样用 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看到吗 好 这个是远的 因为那个是远的 好 那你如果 如果在日死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它的变化 越来越少 越来越多 这边没看 好 这边再做一次 这边再做一次 好 这边 这边做一次 好 这样子 有没有 有有有 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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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对起 现在是远的 日死的时候 它就会缺角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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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看这个 这个 高铁载我来的 不然很重 这个双红 你给它架着 也可以 好 比较厉害的是这样 好 所以哦 厉害的事要发生哦 嗯 哇 就是这样做的哈 就这样做 这样做 然后拍照 所以家裡有這個拿出來用一用 但是小朋友特別注意不可以看太陽 這件事很重要 好,有沒有 這個是已經日時了 你看這個是 我們有害台灣 所以去大陸觀測就要寫台灣 就把它排起來 就畫一個 哇,這個很多 非常多,你看 有沒有 這個還有動畫的 就是不同的時間把它拍下來 不同的時間 好,這很多,非常多 你看 再來這個是平面鏡 有帶平面鏡嗎? 平面鏡就是太陽過來 然後我就做一件事 我就做一件事 太陽 不過這個不準,這是平行礦 哇,不像 不像 有了 有了 那太陽如果是什麼形狀 你這樣投影到什麼形狀 不一定這麼近 你就投影到那個 有看到嗎? 有沒有 就是這樣的意思 有沒有 不要直接看就對了 對對對,很好 這樣又多了一種 這種是最標準型的 標準型 標準型 就是這樣 望眼鏡遮住 然後讓它投影在紙上面 它也會變化 這有一個好處就是 大家可以一起看 也可以做紀錄 也可以把它拍照下來 都可以 好,那這是另外一種 也是太陽的觀測 好,這樣也是 也是標準的動作 有這種望眼鏡的應該人比較少 比較少 剛剛雙筒的會比較多 這樣也可以 有沒有 有沒有,在這邊 你看 已經缺角了 有沒有 缺角 再來 喔,這個缺比較多 有沒有 你可以連續拍照 好,連續拍照 也可以 小朋友也可以就畫畫 畫畫也很好啊 你看 小朋友的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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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眼鏡投影 小朋友的畫畫 小朋友的畫畫 你就先畫好這樣 然後給它拍照 拍起來 然後在天花板上 好,這樣創意很多對不對 我這樣秀 最主要是 希望小朋友 有一些創意 來做觀測 有沒有 有沒有 要來秀一下嗎 秀一下箱子 為什麼要箱子 因為投影的這個影像 你又被太陽曬到 那就很不清楚 有一個箱子就會很清楚 好 等一下 我們準備了六個箱子 這樣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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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要怎麼做會嗎 就像這樣 秀孔在這邊 這邊畫一個洞洞 欸,這個小朋友拿不動 好重啊 好 這樣 這樣子 然後太陽 不過現在沒有太陽 就很糟糕 不過也沒關係 我有自備太陽 看到嗎 自備太陽 好,今天還下雨 這樣 然後就會看到裡面 好,等一下你們自己看 好不好 看都見了 就是想辦法讓一個燈光投影 就這樣 但是要注意 這個洞洞不要被頭遮住 遮住你就沒有了 好,那你現在看 如果你現在看太陽 那一定是圓形的 圓形的 那禮拜一早上看 就不是圓形的 這樣 好 好 那這個shadow片 可能大家比較不容易看 好不好 就是日死的時候 你會看到影帶 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 這樣 就會像這樣 會看到這個現象 不過這個要日全死 這個是當天的溫度變化 好 最後一個方法 我們可以打火箭 好不好 打火箭去外太空 然後往回看 你會看到一個黑影 急死而過 這個黑影的速度 大概1600公里 這樣 不過你要打火箭 你知道嗎 來地球 打火箭 來,你看 欸 Google可以嗎 我們就去Google 然後你看到一個黑影 閃過去 這樣 速度很快 速度很快 這樣也是方法 比較難做到就是了 看到這樣 看到這樣 好 最後我來把這個 新竹在這裡 高原在這裡 台北在這裡 好 這個地方就剛好 左邊是切齊的 然後這邊就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各位在這邊就應該可以看到 左邊應該看不太到 有空 右邊很大 好不好 然後以下的都是偏石 以下都偏石 那各位很幸運 在桃園 在桃園是環石 更好的就是去金門 去金門 那金門就在那個時代東間 東京啊 東京也是 然後這一次如果沒有看到 還有機會 2020年 好不好 2020年 幾年後 8年後 8年後 會經過嘉義 經過嘉義 好不好 這邊最準 你要找這個地方來看 這邊就 這邊就跟那個新竹一樣 就是一邊 一邊沒有 一邊有 好 如果再沒看到 還有機會 2070 2070 不過有一個 你要去這裡 你要來這邊看 所以全世界的人 都來這邊看 那就太厲害了 又被擠得水洩不通 好 那照相的方法 就是把它拍下來 這一張也不錯 上一次日凡石 民國44年 高雄的一個張醫師把它拍下來 這裡是西子灣 西子灣 這個是一個凡 這是日凡石 日凡石 好 這個是鑽石凡 也不一定要很專業 就是像這樣也可以拍啊 有沒有 這樣也可以拍啊 把它拍下來 好 好 這個也是 這是 這是水星 那是金星 太陽在這邊 遮住 那星星就出來了 好 那也可以把它抖鎬 有沒有 這裡面應該有我 哈哈 抖鎬 還可以這樣做 就是 不過這個是日食 你就還沒有日食的時候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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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掉了 拍不到了 有沒有 然後繼續拍拍拍拍拍拍拍 又亮了 有沒有 沒有 同一個地方 沒有 同一個地方就可以把它連續拍拍拍 好 希望各位 禮拜一可以看到這樣 好 我們現在把那個眼鏡做起來 好不好 眼鏡 還有一個模型 好 他有的先做這個 來 有沒有誰要先 弟弟 你要先做這個嗎 剪完之後是像這樣 記得喔 實線的地方剪 虛線不要去剪它 那個虛線不要剪它 剪完的框就是這樣 然後等一下旁邊的同學 旁邊的同學發一下 給你們這個太陽綠膜 剛才朱老師有介紹 這個太陽綠膜 這樣一片要十幾塊錢 然後不要去折到它 每次要使用之前 先檢查有沒有破洞 這個是很難買到喔 從台灣難買到 還好 台北有一家公司 從美國原裝進口 這種太陽綠膜可以隔絕 紅外線紫外線跟可見光 對眼睛的傷害 所以你們就可以用這個 直接看日環史跟金星零日 然後記得每次使用前 要看有沒有破損或破洞 沒有的話才可以用 看也不要超過一分鐘 然後等一下每一個人拿到兩片 這個就把它用雙片膠 我四個用雙片膠把框框 我們把框框貼貼啊 然後兩個薄膜放上去 直接壓起來就好 那這副眼鏡就可以用 每一年的日環史 一直到二零七零年 只要沒有破損就可以 用來觀測日環史 或者是金星零日 當然了我們有 可以讓小朋友創意一下喔 像我個人比較要走花俏路線的話 上面沒有留百嗎 那小朋友可以做一下耳朵啦 像這個好可愛喔 像小貓的耳朵啦 或者一些比較酷的圖案畫在上面 或者我們朱老師有準備中央大學的貼紙 貼上去就知道這個是 中央大學專儲的太陽觀測鏡 然後我們現在還可以 小朋友除了剪之外 可以讓你知道這個太陽綠膜有多厲害 我們做一個小小的實驗 等一下每個人 我們發一顆給你這個變色珠 有看到變色珠的小朋友舉手 哇非常好 我相信這邊應該也有辦過類似活動 還是變色珠很好有多好呢 如果小朋友很乖的話 今天剛好沒有太陽 你拿到太陽底下許願 它會變色喔 變色願望就會實現 還好我們這邊有一個模擬太陽的燈 等一下每個小朋友或大人 都可以拿著一顆變色珠 然後到這個紫外燈下來許願 像老師現在許願 你下次這種樂透頭彩 哇你看要變什麼 本來是什麼色 我們本來是像這樣子白白的 結果老師拿到紫外燈下來變成這個 等一下你拿到會變什麼色不一定 不是每一顆都是紅色的 也有綠色藍色 你可以試試看 那為什麼要給你們這個變色珠呢 就是你也可以實驗看看 我們這一片很高級的這個太陽綠膜 美國雲光鏡頭的 你把它放在變色珠上面 然後你把它放到體外燈下 讓你拆變色珠會不會變色 不會 表示它組合效果非常好 可以好好的保護你的眼睛 這樣子你攜帶很方便 搞不好你們今天是要到山上 或者海邊去看日時 已經心靈日的時候 就不用背著笨重的望遠鏡 或者怎樣 你可以用這個直接看 但是還是先叮嚀一下 每次使用前 先看看有沒有破損 也不是說帶著它 就可以看一整天 每看一分鐘要休息一下 這樣小朋友懂嗎 我們等一下一樣 每個人發一顆變色珠 你可以來前面做一下小小的實驗 然後製作有問題的 都可以馬上舉手 我們可以馬上為你解答 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接下來要發這個 好 然後補充一下 什麼時候開始缺角 21.7分 加8 加8就變成29.7分 這個時候就開始了 這個是二雲一二的 加8 29 29.24 5點多就開始了 然後22.9分加8就30 30嘛 30減24就是6點多 6點多就已經跑到這裡來了 這裡就是有這個時間 那請各位記得加8 就是它的順序 勾到了 勾到了 這裡勾到了 好難怪 他們帶著 就勾到了 最後一天 就開始了 給我的人 小朋友們也有空的也可以出行變色珠 在這裡 來 小朋友們也有空的也可以出行變色珠 就看到,你看一個針孔而已,像就那麼大 好,還有小朋友沒看到這個的嗎? 你要看喔,針孔成像喔 一個一個來,不過那邊有很多個耶 用到一個,來,一個一個來 還要看這邊喔,要看這邊 好,有看到嗎? 來,等一下 有看到嗎? 你不要遮住喔 有沒有看到對面,有沒有 一條一條,因為這裡面的燈絲是一條一條 好,放給人 來,誰還沒有 煞開燈 開燈有沒有 來,我調冷一下 來,來了,有沒有 喔,你看有燈絲耶 有沒有看到 有看到嗎? 弟弟沒看到,來 有沒有看到 老師的燈喔 有沒有 好,看到了對不對 那你如果曬太陽就是太陽的像 好,好 好,各位小朋友大朋友 那個沒做好喔 就帶回去做了 我們剩下一點點時間 再講一個主題 很厲害的喔 叫做五星級的天象 五星級就是不會漲價的 好不好? 叫做五星級 好,那可能這個是爸爸媽媽的事 2004年有一個金星寧日是這樣過 2004年是這樣過 那6月6號是這樣過 6月6號在上面 抖抖抖這樣過去 好 那什麼時間會發生這個事 這個 可能爸爸媽媽 看一下 容量的加8 要加8 你看喔 22加8就是 6點 22加8是30 30-24 6點鐘 6點10分左右 6點10分 6點10分 他就來這邊準備了 還沒有 還沒有遮到 還沒有 然後就慢慢遮到 遮到 遮到這邊的時候 全部進來 是6點27分 6點27分 然後一直跑跑跑跑跑跑 跑到最中間 跑到最中間是 9點 9點半 有沒有 加8嘛 就加8不是9點半的嗎 那就跑到最中間了 那什麼時候跑到這裡呢 就是4點加8 就12點 12點半 12點半 就中午12點半 中午4加8是12 12點半 12點半 那什麼時候出去結束呢 12點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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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麼它的原因是什麼 等一下 也是讓各位做一個模型 很忙 大家很忙 做一個模型 你就懂啊 真的 就懂啊 這個模型 我們費盡了一些心思 有沒有看到 這個模型 有沒有很漂亮 還有兩個珠子 珠子就不值錢 這個不是珠子 叫做金星 好不好 這個也不是珠子 叫做地球 你講一次地球 值錢 那你說金星 值錢 好 你們要不要現在先把 手邊的工作先暫停一下 因為我們剩下10分鐘而已啊 我先把它講完 你們要慢走 沒有關係 主老師不會趕你們走 我先把它交代清楚 再說一次 六月六號早上 六月六號清晨起床 清晨起床 22加8 這個老闆老闆可能幫忙燒一下 22加8 就是30 那30-24是6點 6點10呢 他就在這邊預備要衝進去啊 但是这个时候你看不到 你只能看到太阳 好 等到什么时候就冲进来了呢 6点27分 那就跑来这里了 你就会看到太阳里面多一个圆点 多了一个圆点 好 什么时候会到中间呢 就是加8 9点29分 9点半啊 就9点半 然后加8就快要出去了 快要出去了 这个时候是12点半 12点半就快要出去了 什么时候就通通出去 12点50分 12点50分就通通出去了 把这里加8就是台湾的 好 有的人说 这个小点比月亮小那么多 对不对 看起来啦 其实金星比月亮大啦 啊想那么多 啊看这样要干什么 厉害的事就在后面 古时候用这个来测量 太阳到地球的距离 叫做天文单位 很厉害 很厉害哦 然后有的人哦 就为了看这个金星灵日 一生就看这个金星灵日而已 因为他划船去大西地 然后快要金星灵日的时候 他就乌云密布 金星灵日完了就晴天了 然后他就很欲足 然后就在那边等 八年后再看第二次 还是没看到 所以就很欲足就生病了 然后生病养好了之后回家 所有的人都不认识他了 所以很值得看的一个 那么今天用这个技术来干什么呢 找外星人 这样有没有厉害 用这个技术找外星人 怎么找 我用给你看 这个技术 我再说一次 金星灵日就是太阳 那金星会从前面经过 这样 这个这么简单 观测的方法 跟刚刚日凡时都一样 但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日凡时 用那个眼镜这样一看 会有一个点 他这个 用这个看他会缺角 可是这个看 太阳这一个小点 你要努力看才会看到那个小点 不一样是这样 宽法都一样 只不过他太小了 这样这个是金星灵日 各位爸爸妈妈的动作 要超这个阿加巴 礼拜六 6月6号的早上 我是劝大家看到这里就好了 不然要上班上学 你等不到12点50 没有上班倒是可以 从6点10分到12点50 如果不行的 那你就看到 看到6点半就好了 6点10分看到6点半 这样不会太累 那么这个方法怎么样找外星人 这个方法可以找外星人 知道吗 原来是这样 有一个太空船 太空船写错了 K-E-P-L-E-R 写错了 K-E-P-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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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任务 那么他就设了一艘太空船 不是太空船 望远镜 一支大大的望远镜 等一下有照片 才设上去没几年 他现在还在坐 还在绕个地球 那他上去干什么呢 他上去看几颗星星而已 就一被咻就发射了 这个人纪念他 那他怎么射呢 地球在前面绕 他就跟在后面 就是地球这样绕 他就跟在后面 所以一年后回来这里 他就落后一点点 地球回来这里 他就落后两点点 三圈后地球回来这里 他落后 四年后就落后这么多 他就是跟在地球的屁股 后面跑这样 也是一样落太阳 他的长相是这样 其实里面就是一支望远镜 一支望远镜 望远镜吗 就长那样 有太阳能板在帮忙 那他上去做什么呢 他上去就看星星 他星星不是随便乱看 他只看这里的星星 这个是天津市 这个是知女星 这个是牛郎星 牛郎知女 天津市 夏季三角 那他就看这里 看这里怎么看 他这样看 这个他的样子就长这样 他就这样看 看到一颗星 中间有一个点 我就知道 原来那一颗星 很远 那一颗星的旁边 有一个超级地球 这样 我就知道了 如果那个点小小的 他就不是超级地球 可能就是比我们的地球小 然后我们就一直找 找到那个 跟地球差不多的 可能那边就有人 原来这个任路是 找外星人 就这样 那你看 我讲几个 他就会绕来绕去 他就跟金星明日都一样 都一样 这个先给他掉出去 他就有大有小 有的很大点 有的很小点 然后太阳在这边 科普勒任务就这样看 这样看 然后就看到很多星星 看到很多星星 那如果没有 没有像明日这样的现象 他就光度就固定 他如果有遮住 他就会变暗一点点 好 这个不是超级地球而已 这个叫超级超级地球 很大一颗 有没有 然后这个是小颗 这样过来 超级地球经过 他的亮度就会降低 有没有 亮度就降低 好 所以这一双望远镜 他去就专门测光度而已 然后测测测 这车星怎么光度会降低 然后就针对他好好的 这个 看看那一颗地球 不一定是地球 看看那一颗行星 是多大多小 它的条件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发现 如果发现跟地球很像 那就是可能那边就有人 然后现在已经发现很多颗了 有的是这样 一点点而已 有的很大一颗 有的更大颗 所谓更大颗是这个比例 然后你看 这个还蛮大的 他就会降低 降低 周期就可以算出来 他就跟在后面观测 巨蟹座55号 就一个超级地球 有没有 一个超级地球 超级地球 可能那上面有人 有人 我们的地球 我们的木星 这个是超级地球 有看到吗 比我们的地球大很多 在巨蟹座55号 这个用回归的方法可以算 有兴趣的话 我们到楼上去 专门在做这个事 然后给它回归一下 就知道 原来这颗星 有超级地球 有没有 就这样回归一下 就知道了 光度会明显下降 有没有 它就会遮住 遮住 到底发现了多少 最上面那一排 是我们的太阳气 水星星星地球 长那样 这一个是大雄座的47号 一颗这么大的 我告诉你 这么大不会有人 再来 飞马座的51号 这么接近 大概也很难住人 离星星那么近 一定很热 等等 那就可以做判断 还有更多的 这么多 我们已经发现这么多 这个大概不好住人 小的可能好一点 现在已经发现这么多 刚刚那一个 巨蟹座的那一个 刚刚在哪里 不清楚 刚刚那一个是 超级地球 很大一颗 好 所以后面的金星明日 那它发生的原因 就是有两个轨道 一个是金星的轨道 而且还附送一颗金星 都是朱老师送 然后这个是地球 送一颗地球 你们今天来又送金星又送地球 而且还送两个轨道 好 等一下 刘洋老师来教大家把这两个做好 那么它关键的地方就是 这样对齐 这样对齐就会遮到太阳 不对齐就遮不到 这是一个 所以八年一次 那如果一百多年 就是你这一次金星明日没有看到 下一次是2117年 请问一下那个时候你几岁 101 101哦 就是105年后 小朋友现在10岁的话 那就115岁 115岁你就看下一次的金星明日 好不好 好 那为什么会那么久 最主要它的轨道是翘起来 这样翘起来 好所以请大家把这个做好 然后回去的时候就这样 你就知道它的原因了 这样 而且它的角度有3.4度 很多人一听到 啊3.4度 那么小 我告诉你很大 0.5度就很大了 太阳才0.5度 太阳那么大 0.5度 它这个角度3.4度 超级大的 所以要等到105年后 才会发生下一次 好 请杨老师来帮大家把这个做好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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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大余小朋友 他有远均送好了 好厉害哦 就是长的50公分 现在说本来太阳呗带给外车 代表地球 透过 isso 好不好 来 然后我们用胶带把它捆起来就可以了 好谢谢 用胶带把它捆起来就可以了 多捆几圈 这是地球的轨道 地球跟金星差不多大小 我们的球好像大小差距比较大 就是给你们做一个辨别用的 就是地球跟地球的轨道 然后那个比较小条的35公分 串金色的珠珠 一样把它用胶带 用胶带多绕几圈把它连起来成一个环 这就是代表我们的金星跟金星的轨道 然后我们这两个环 你们有看到什么东西吗 为什么这两个环竟然可以接在一起 用透明胶带好神奇 实际上轨道跟轨道接是没有 我们是用透明胶带方便它固定 然后又可以方便弄成我们要的角度 我是觉得这个金星跟地球比较蛮漂亮的 亮晶晶的对对对 那你们也可以带回去 跟同学讲什么叫金星宁日 因为下一次是105年后了 所以6月6号的之前 你都可以在班上发表一下 各位小朋友 交全班什么是金星宁日 它这个一样有问题可以举手 我们就过去协助一下 好谢谢